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韩国一直在加强对半导体,等关键经济驱动行业的财政和行政支持三月,韩国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 旨在通过向晶片制造商和其他战略行业,提供更大的税收优惠来支持半导体行业。 随后,韩国科学和讯息通讯技术部四月初表示,计划到2027年投入160兆韩元折合1220亿美元, 用于研发以培养半导体、显示器和下一代电池这三大关键技术领域的研究能力。 该部门表示,根据提交给政府会议的路线图,韩国政府和民间部门共同创建的资金, 将用于帮助当地公司和研究中心获得尖端技术,并在三个技术领域创造新市场。 其中,包括半导体器件、自由形态显示器和氢燃料电池。 在内的总共100项指定技术将优先获得政府资助。 作为第一步,韩国政府将在今年晚些时候成立一个公司咨询机构, 制定启动政府资助的研发专案的计划,并与业界分享其成果。 政府的研发计划还包括,鼓励受过良好教育的学生和专家, 及时在相关行业就业,并未有效地研发创造社会基础设施。 据韩国媒体BILEC报道,三星电子正在推进设备投资, 以开发8英寸碳化细氮化价工艺。 三星电子在今年年初成立了功率半导体任务小组TF, 进军碳化细氮化加工率半导体市场。 据了解,除了三星电子DS事业部内的主要事业部外, LED事业部和三星高等技术研究院也参与了功率半导体任务小组。 具体目标就是开发8英寸碳化细氮化价工艺。 一位韩国的知情人士表示, 他了解到三星电子决定推动一项计划, 将用于碳化系和氮化价开发的LED工艺中, 使用的部分8英寸设备混合使用, 以提高开发效率。 值得注意的是, 与氮化加已经普及8英寸晶圆不同, 碳化系目前仍以4英寸和6英寸晶圆为主, 8英寸晶圆还没有达到商业化。 最早2024年至2025年, Wolf Speed,2-6,SK Siltron等大厂 正式定下8英寸碳化系晶圆量产的目标。 因此, 业界认为, 考虑到进入实际碳化系市场的时机, 三星电子正在尝试从8英寸, 而不是6英寸开始开发工艺。 在类似的背景下, DB HITEC计划使用6英寸, 进行碳化系工艺的初步开发, 并从8英寸开始进行实际的功率半导体量产。 目前, 三星电子正在投资8英寸工艺设施, 用于碳化系氮化再开发, 迄今为止的投资额已经超过1000亿至2000亿韩元。 据估计, 该投资规模足以实现原型的量产, 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开发。 报道称, 三星电子内部对下一代功率半导体业务 抱有相当大的热情。 一位业内人士暗示说, 随着三星DS部门总裁直接负责, 功率半导体业务正在蓄势待发。 三星电子表示, 碳化系功率半导体相关业务仍处于研究阶段, 尚未决定是否将其具体商业化。 在先进逻辑晶片方面, 三星也在努力, 持续了数年的三星电子自研GPU。 传闻又开始四处流传, 外媒和业内人士认为, 三星正在基于AMD的RDNA架构, 开发自己的客制化GPU。 据韩媒Business Korea报道, 三星电子正积极寻求, 开发尖端绘图处理单元GPU, 在美国子公司大举招揽研发人才, 以提升其旗舰应用处理器AP Exynos的竞争力。 据韩国业内消息人士透露, 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和圣河赛的, 三星电子研究中心正在扩充其GPU开发人员。 自年初以来, 三星美国子公司不断发布招聘启示, 招聘包括GPU架构工程师在内的开发人员。 去年4月, 三星电子派遣夫社长, 前往美国三星奥斯汀研究中心SARC高级运算实验室。 他被任命为三星电子System LSI部门的GPU开发组组长, 负责和AMD合作的GPU等软体的开发。 从市场反响看来, 三星的Exynos系列包括其GPU都没有达到消费者的期望。 但三星重申, 未来的Exynos系列行动处理器将继续采用以AMD RDNA架构为主的GPU, 公司将坚持使用RDNA架构的行动GPU。 一些分析师表示, 三星电子正在将GPU业务从行动晶片扩展到其他应用市场。 SARC招聘GPU工程师的公告中明确表示, 需要应聘者具备机器学习和增强虚拟现实, 即AR VR等未来工业领域的技能。 三星随后在4月上旭宣布, 与AMD延长IP授权方面的战略合作, 未来多年将会有更多带AMD高效能低功耗的Ridian灰图解决方案, 降临到三星自研的Exynos系列晶片上。 三星表示, 授权研机后将有机会为更多行动装置, 带来主机级别的画质和功耗优化, 提供更沉浸、更逼真的游戏体验。 三星电子应用处理器AP开发执行副总裁表示, 三星与AMD一起革新了行动绘图, 包括他们最近的合作, 在业内首次将光线追踪功能引入行动处理器。 利用他们在设计超低功耗解决方案方面的技术诀窍, 他们将继续推动行动绘图领域的持续创新。 其实,早在2019年, 三星就与AMD签署了首个协议。 允许AMD将其寄予RDNA绘图架构的客制化绘图IP授权给三星, 用于智慧型手机和其他行动装置。 从那时起, 三星一直在为其Galaxy手机的Exynos处理器, 使用AMD Radian绘图解决方案。 随后在2022年, 双方共同开发的基于AMD而DNA2架构的行动GPU, 三星Sclips为行动平台带来了光线追踪加速、 可变速率者色气等功能。 Exynos 2200晶片基于三星4nm EUV工艺, GPU是Sclips 920, 该晶片搭载于部分Galaxy S22机型上, 但后续遭遇了发热问题, 不知道是三星工艺的责任, 还是因此没有吃透AMD GPU导致。 根据业界消息人士透露, 这次以三星在美国德州和盛河西委中心, 扩大招募GPU开发人员以来, 自今年初,三星美国此公司已持续刊登征材广告, 直却包含GPU架构工程师。 随着三星太显副总裁金太贤, 到位于美国的三星奥斯汀研究中心, SARC高级运算实验室, 并任命它为GPU开发团队负责人, 主导应用处理器的GPU等软体开发工作。 无论如何,由于Exynos 2200的问题, 使得后续的三星Galaxy S23系列 全面采用了台积电4nm工艺的 骁龙8Gen2处理器。 目前,AMD最新的GPU产品是RDNA2架构, 后续确定还有RDNA3等。 因此,后续双方合作的三星Sclips系列 GPU效能有往进一步得到加强。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